这是圈套 他们要试探你 你看一下 如果没问题 就签策 因为我所列出来的条件 都是构成合作的必要条件 如果他不具备签了这份协议 那他就可能犯法了 唐总 既然你们是朋友 难道不是应该坦诚 相待坐下谈更好吗 如果这个人 他真的把我当朋友 他就不应该欺骗我 一个成年人 要对自己所有的言行负责 你说是不是 我的事 不 可 我 我 会有一个 试试 不 情况 你 сп 你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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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找我 是的 你听我说 如果你欠你就成诈骗犯了 秦总 秦律师是一个好律师 他为你们律所付出了这么多 是你们律所规矩太过苛刻 太不公平 所以他才会 杨华 你听我说 他们都知道了 我知道 你知道 秦总 唐总 对于 我为什么隐瞒自己真实的婚姻状况 我不做任何辩解 但是 但是有一点我想说 我们律所 对于单身女律师 是有玻璃屏障的 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每一个人 平等的机会 为财势局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 杜绝像我这样的状况 作为我一直非常尊敬的 前辈 领导 我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到我的 诚意 还有潜意 你还好意思教训我们 我帮你倒杯水 我帮你倒杯水 我要喝酒 鞋也不穿 你怎么会知道那是个圈套呢 你怎么知道她们 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都不重要了 那你觉得金总 唐总 后面会有什么计划 合伙人是肯定没希望的 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了吧 就这么放我走 就这么放我走 我们唐总 肯定是不甘心的 其实 这些年代对我挺好的 慢点喝 我凭什么就算了 她还不出去打听打听去 看看哪家律所的老板 会对员工这么掏心掏肺的 我是真的把她当做亲姐妹 可是她对我呢 整整骗了我两年 这个小狐狸 她就是看我气重 她才这么无法无天的 你说多荒唐的事情啊 她也干得出来 到最后还说是我们的问题 是我们把她逼成这样的 真的是 简直就是无耻之徒 当鼻子上脸 那行哪 她撒谎也是情会可言 当初我们的用人制度 就的确有点太不公平了 你别在这儿跟我说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这 我们这个行业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人 我培养一个高居律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那些小姑娘一个个来的时候说得好好的 什么我不急着结婚 我不急着生孩子可结果呢 你忘了 你忘了 二十个在职律师 一年内怀孕六个 我还不能辞退他们 工资照发 活还没人干 我也是女人 我知道我要体谅这些孕妇 可我也是老板呢 谁来体谅我呢 所以我才说情有可原嘛 其实在律所工作这段时间 工作的确是出色 为了能圆这一晃 他竟然真的就跟杨华领的证 我也真的是服了他 他成绩出色 那还不都是我给他机会 还有这回提前给他生合伙人 那都是魄力中的魄力 你别在这当中祸兮你啊 好在他今天机灵先坦白了 说明人性还没有完全泯灭 他要是签了这份合同 那就是铁证如山的诈骗 送他进监狱都绰绰有余 你看 其实你心里啊 也希望他不签 所以我才说算了 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你要是实在气不过 让他辞职不就行了吗 其实他业务能力是强 但也不是什么不可替代的人才 他为了他生这么大的气 不值得 辞职 想得美 别生